今天我很开心 因为自从我做了中环财经连线的主持之后 其实我只是和Chris合作过一次 但是现在公司就很关照我 就特意安排了我现在要访问Chris 就是因为我真的需要你求救 我真的要求救了 因为知道未来Chris就会有一个课程 就是教大家散户怎样可以搭顺风车 这两样东西我都中了 我是一个散户也是很想搭顺风车 但是搭不到 搭架都错的 你的课程究竟是关于什么 为什么这么适合我 为什么公司要给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第一公司要关照你 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市场开始跌 跌下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随心所愿 一买就升 其实不是的 很多时候跌下来的时候一边跌一跌 你捞底捞完之后再跌 什么时候到底 其实这件事很多散户都想知道 所以我今次要教大家 如何看一只股票接近见底 然后找一个最合适的机会 买法去 接下来吃大型的升浪 这个就是我未来课程要教大家的东西 听到这个课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而且我是一定要参与的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接下来在2月26日的晚上7时30分 就会有这个一小时的课程 你别以为一小时就这么快 其实你有问题之后 还可以WhatsApp我 我亲自回答你 还有大家留意我们会有一个 早料价非常适合的 是888元 在2月19日就会截止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想我已经报名了 谢谢你 导演 导演 导演说你多个 公司是替我报名了 恭喜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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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带大家来报名这个千年的友谊界 但是一节真是一节大便宜 买的488元的五六个小时的破天坊 而且全部都是猛日 Alice Wong还会给足球阵 但是一件事就是快点登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的新设计 可能是会有上课的 那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到 那么多人同事来报名 因为我们会有现场的交友 跟那些嘉宾 那太多人会不会有手机 会不会造成很多不变呢 我们公司高层一直都在看的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的话 请大家快点登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资格 居然 notar 订阅 转发资格 居然不損远 贯点画 牙齐 机 在地盔 好 来到HAPPY FRIDAY的时间了 五市新战线1点半钟准时和大家见面 而今天邀请来的嘉宾大家已经在聊天室很兴奋地欢迎他 是他们的最爱之夜王永宽James 欢迎你 大家好 因为很多网民都说你很有迷茫 每一次都要和大家点头 这是之前YouTube拍片的习惯 为什么打造了这个君子的形象 但是没有实力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新频道的观众是很有心度的 最重要的是说的东西是大家可以带到钱落袋 事不宜迟就先看看今天的市况 因为也要请教一下James 因为昨天大家都说在等着触目的新股 就是快手的资金可以释放出来 我的资金也释放出来因为抽不到 所以大家就在猜究竟市场是因为这么大笔钱 究竟即使会怎么移动 夹高还是夹下去呢 今天来说有些怕是怕什么呢 因为今早早其实曾经秋升接近四百点 但明显市场有一个收缩的情况出现 现在下午开了市场就升百多点 刚才我看到有聊天室的观众都在说 市场好像有点想转回去 怕不怕呢 不是特别怕 因为我之前说了也跟大家提过 就算它跌到二万七千二这个今年的第二个列口位 那又怎样呢 我想那些人都会照样去掃货的了 我想现在的情况就是上个星期 大家看到人行在收水 五天之中四天正回笼 然后到星期五才放一些流动性出来 但是星期五的时候 人行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行为 就是它说有人在市场上面去造谣 说人行即将货备政策转回去收紧 那这个它不只是说有人造谣 它是真的走了去报警 人行报警这个行为我之前就 我印象中没有见过 我未听过 我未见过 那它报警之后呢 其实市场就收到一个提示 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暗示什么了 就是代表 其实人行不想资产市场因为水紧而波动得那么厉害 所以就见到我们去看LDR0001-0007 就是一天七天或者三十天的中国银行间的一个回购的利率 再加上你去看Cyber 就是上海银行间拆息的利率 其实每个年期都跌了下去 星期五一天都已经跌了六十几个百分比 如果你看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 跌得更多些 又跌了二十几个百分比 所以其实人行我想都是想通过这些公开市场操作 是将资本市场的升速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都是一样 因为你去看回星期三至到今天的港股的走势 基本上都是一去到十点、十一点就开始开大势了 开大势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Cyber的数据就出了 大家就去看看Cyber究竟是升了还是跌了 接着就根据反方向去操作的行指 或者是操作他们的持仓 Cyber就是说的是银行间的拆借 就是代表如果它越高的话水越紧 它越低的话水越松 现在就看到其实 就是我们之前都说过 在这个农历新年之前 就是按照着季节性来说Cyber应该都要夹上去的 因为它连尾的那个利益区 其实算是比较大一点 现在看到就是都是侵着这个趋势去运动的 如果是说Cyber的话 所以我们会觉得就是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人行上个星期 突然之间在星期五报警那宗新闻 其实是看到GME那边的一些 自己下自己的危机 影响到整个亚洲市场 影响到大中华地区 他们不想资产市场跌得太急 所以出来就安抚一下你 就说我们这边其实不是打算收紧的 但是同时它在OMO那个开始 控制整个资本市场上升速度的行为 是不会停止的 所以我们之前就说 其实如果是说短线的话 恒指可能会飙飙到29,400 今天都很明显 飙到这个位置 就可能会定一定 接着再下去 但是下回去的速度 又不是特别快 又不是特别多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都觉得奇怪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星期一的市场 你看到亚洲市场其实弹得很厉害 尤其是入股和韩股弹得很厉害 台股它自己应该是没什么 受到整个GME事件的影响 因为它自己本身都是半导体 和电子零件的厂多 占了台股的指数 差不多有七成以上 所以别人沽了 不会沽这些 但是入股和韩股 都比一些正常仓基金 沽得很厉害 尤其是韩股 为什么呢 因为韩股它已经禁止沽空 现在还要禁止沽空的令 再延迟 所以如果要沽它 只可以是一些正常仓的基金 去炸下去 但是你看到星期一的时候 你看到韩股升得很厉害 它上个星期是给一些外资去炸 去炸它 去炸到激烈的程度 是08年以来最坏的一个星期 所以现在你看到韩股 突然之间升回 就代表着正常仓基金 重新开始入场去掃货 即是说GME那单新闻之后 我们看到的一个 的现象 就是长仓在拆 短仓也在拆 这个现象 其实在星期一 就已经很快地 开始有一个反转 那我们就觉得 这个可能也是代表着市场的底气很足 还有那些人真的很心红 主要的原因就是 大家都觉得GME那件事情 应该是短线影响来的 但是大家都觉得 可能要调整一阵的 但是如果个个人都在这样想的时候 个个都在想着 我要早过别人去入场 去找个底部出来 接着买上去 那就变成了我们大学的时候 学一些数学题 最后是所有人一次过 同时间涌入去 接着买上去 即是说它调整的位置 分分钟就未够 但是都是这么说 我始终对今年整个港股走势 不是特别害怕 你中资也好 中资一直都觉得 港股这边是价值挖地 就是觉得它很多东西都是便宜的 便宜的 我们去看很多的 真的很多的 很多的盈利 50%基本上是炒不起的 60%至到一倍 才可能会动 这个都代表着 其实整体港股的 每股盈利的预测 其实会提高 其实这个是有利于 外资去入场的 现在我们只见到中资 快进快出 那外资呢 揪住手不动 以及沽回你 但是现在我想 慢慢我们过了 这个三月份的earning season 之后 外资真的可以开始 觉得港股是便宜了 那同样地 我们就算当中资是维持 一个快进快出的趋势 那外资慢慢买进去 他们总有一个时间 是可以训练到的 即是可以契合到 然后就将 爆发 可以推高一点 我们又不要说爆发 因为一爆发 我想人行又会出售 在OMO那里 会禁你下来的 所以我想 这个走势就是 如果好像千成港那样爆发了 那一下会比较劲一点 然后又再夹上 所以我想是这个趋势慢慢慢慢上去 那James说到的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看一下外资 什么时候是真的 不是巧迷双手 真正的出手 那如果它在未出手之前 大家都是看着内地的北水 那我就正想问你 因为北水呢 去到现在 其实不够两天的时间可以炒 因为其实星期二就关了水后 那天最后就是星期一的时间 那如果我真的没有记错的话 我记得那天上一次北水收的时候 那大家在港股方面 是很轻易就夹高了 那所以大家开始讨论了 那星期二 星期三 最后星期四的半日市 会不会我们没有北水 反而市的势头又不错的时候 就很容易夹高这一件事呢 因为下星期见不到 很想问你这个因素 我觉得有可能的 因为北水始终受过滞走 或者是它的枷锁 就是其实傻薄 或者你是说整个人行的公开市场操作 但是外资都是这样说 你北水动的时候 它就一定不动 那现在如果北水走了的时候 我想市场之间的流动性 其实都仍然非常充裕的 但是我觉得 你北水不只是中资力量 在香港的唯一代表 因为你想想 买那边的 就是上年11月之后 过来香港的钱 现在11月12月1月1月1月尾 现在过了 其实这三个月都是在4千亿楼上的 整个香港的银行体系总结余 那我们预估 这里at least会有一半是中资过来的 我想都未必止一半 但是保守些估计 我们当它一半 另外一半当它真的是外资 那这一半的钱在香港 我们觉得它不会那么想 就出来之后不会那么想回去的 它会留在香港做一些资本市场的操作 尤其是二级市场的操作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可能 它自己本身可以带回来的动力 会少了 因为那些国内人真的会流行 过年会偷很久的 那就算北水那边 我们知道下个星期四 可以回来 但是这一批钱 我觉得可能暂时都是处于一个 算是冬眠的状态 那就是说完全要看的市场力量就是看外资 那现在看到的外资呢 其实在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很踊跃的 现在又剩下了 星期一星期二我们看到的买盘 尤其是atm 基本上是没有小米的 atmj这四间公司 全部都有人授货的 就是那些腾讯的买盘 可能是一间美资基金 可以授两亿美元的腾讯的货走 但是去到这几天呢 很明显他们看到原来市场 还是被cyber去制走的时候 他们又不是怎么动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 希望是 唯一如果是看高一点的话 就是希望 不随不再在香港出现 就是说整个港股市场 不是那么受制于人行的 它控制资本市场的决定 或者意图的时候 外资比较放心地可以买上去 这个是我们想去看到的 不知道发生的成熟有多大 但是昨天都还是看到 有一些很不合理的东西的 比如说你看到一些 同一个板块之内的 有一些强股和弱股 其实昨天是反过来玩的 弱股也有 体育用品股也有 或者火锅股也有 很明显是看到一些 同一个板块之内的 那些对冲基金 在硬弯的 就是它强股 它升到那么多下 沽一沽来 然后如果原本沽空的 它开始平底仓 这样就夹上去 所以这个我觉得 都是可能外资的一个 算是他们的一个短期的操作 所以反而你看到 当然今天就有点不太好 你看到好像普通的金融股 有一些今早的时候 今早有炒作的 今早有炒作的 有帮和汇控的 对 油署都可以的 今早都真的有升上去的 那这些我觉得 除了汇控 就是有帮和油署 我都可以慢慢去草荷 因为我不觉得 它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其实都放了不少下来 其实都算 尤其有帮算是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当然我也知道 大家一定是爆了仓的了 因为我们每个都懂的 哪有这么多钱 每个都不借杠杠杠 已经算是很保守的 但是快手又放一些资金出来 快手 我就不知道大家用多少钱去抽 你可能借到三十几四十倍杠杠 你去了B组头的 你可能都是拿几十万出来的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做现金去 用现金抽的 就是我身边用现金抽的朋友 基本上一手都没有抽中的 你不是说我 我都是你的朋友 一手都没有 一手都没有签 是啊 要太幸好才行 而且其实 你说真的 你机构配售的制度 或者是个人抽股的制度 其实都很不透明的 它说着说随机 你抽的 你怎么知道它怎么派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没什么值得去深究的地方 只不过就是 它快手这样 就算释放到这些钱出来 我觉得都算 那些人都未必 立即就涌入去炒 我想主要都是看大市的气氛 那我自己本身去看快手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可以说完 快手这方面 是啊 一定要说 现在还是不上不下 对一对 是不是 就是去到313元 算是中间少少的位置 但是我们 我今早就刚刚好在大台那里有 就是没开市之前 我就有做一个节目 就看着它开架了 就是那时候 对了 主持就问我怎么看 那我就说 其实这些大的东西 你就算它公开流动的比率很小 那这就是6% 是的 算少了 如果是2-3% 或者是京东健康 9%以下 那这些就算我们看到 基金外股来的 指数外股来的 就是我想不知有多少指数 想着这些股票去进去的 接着你都见到 基金是不够货的 因为快手这一只东西 之前不是和大家说过 其实我们有它的接触 去做它的基石 但是就算你筹够钱 后来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 只得钱是没用的 就算你自己是算一家 算是出名的基金公司 没用的 因为呢 最后项头给你去做基石 那个决策人 其实是文化部 那就是说 你是要那边打通了一些关系 就是它才可以给你去做快手的基石 那就是说 你其他的所有的anchor 你想去做它的 它的劳定投资者 其实那个难度都很高的 你真的不知道可以抽 分派到多少给你 就是那个分派比率 其实都很差的 我说的是 是 所以 其实大家都不够货 就是 散户可能抽中一手的话 可能会觉得 一下子升回来这么多 我一定会沽沽它的 但是机构始终都不够 那基金拿着那些呢 就是 其实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很差的 因为说真的这种东西 它升到 一开始那一下 差不多去到 一万五千亿港元的一个市值 是 好了 好像变成第五大了 就是ATM加上建行 是它前面 之后就是它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去计算的话 就算是在行港交所的救例 就是它现在资讯的新例 纳入指数的新例 就算是个救例的话 它都已经很快可以加入了行指 加入了宗旨 和国旨 和入了深港湖通 但是这个市值 你计算一下 我们拿它和什么去做比较呢 其实现在在香港上市的 其实是没有的 不是那些叫做内地的短视频平台 是 香港是暂时没有 就是抖音其实还没过来 是啊 你Bidance还没过来 但是如果你将Bidance去计算的话 它可以值多少钱呢 如果抖音上市的 字节跳动 差不多是值两万一千亿的港元 但是字节跳动 真的比快手不少的 快手其实我自己本身觉得 它是有少少尊颈位的 它自己未必过到一些关 而且它的地位性 其实是比抖音强少少的 如果快手 如果是抖音值到两万一千亿 那你打个折头 打个七折给快手 即是去到今早一万四千亿 一万五千亿的位置 其实这个折扣已经去到很尽的了 即是一万四一万五亿 这个市值 我真的不知道它可以维持到多久 但是不要紧 很重要 我们现在去看这些大赢的科网股 上来去炒 情绪或者是技术 其实走势更重要 比它的基本因素 因为你的基本因素 你真是很难拿它去做一个对标 或者是很难将它 没有一部分的业务去做量化 你短视频那一段 你究竟如何量化 你如果只是看BillyBilly的话 BillyBilly是长一点的视频 它那边在美股上市 现在只不过是五百亿美元出头 四千亿港元左右 快手一下就比它多 如果你是将它 即将整个快手的P2S 即是Price to Sales ratio 你当是很高了 你给到尽比十五倍它 即是现在你去到腾讯 你看看腾讯 你看看京东 是没有去到十五倍那么多的 你说我不管 我觉得它抵抄 我给它十五倍 接着你计它未来一段时间 尤其是今年 就是今年2020年的财政年度 它的按年增速 上线利益的按年增速 是可以去到五四百分之下的 如果你这样去计算 给到尽 那是一万七亿左右 那今早都已经去到一万五亿左右 我觉得上面的空间 其实有待观察 但是怎么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有两种玩法 第一种玩法 就是你用一个乐观的心态去炒 即是中长线 会不会乐观的心态 中长都未必 我都不知道它的数据现在出来会如何 但是乐观的心态就是看什么呢 有三种可以做参考的 都是基金外股 都是机构不够货 都是那些人想抢回它下去的 而且都是第一天升幅很多的 京东健康 你加上龙夫山泉 再加上这个斯摩尔 这三种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走势是怎么样的 我们之前也说过 如果是小一种东西 你可能一上来就夹爆再夹 但是如果是大一种东西 就算你暗盘升多多 它可能都要抢一抢你 尤其是我记得斯摩尔 就是它怎么玩好呢 如果是这些我们觉得它 就算抢回来都还可以上去的 这种玩法呢 你第一次 尤其是今天第一天开始 你抢回来 你不要紧要 你把买盘放得软一点 接着去下盘 你看看能不能抢 如果能抢到的话 那是小住的 你不要一下子就下大住 但是之后那几天 你可以再观察 当然如果用刚才我们说的那三种 京东健康 加迷斯摩尔 加迷朗普山泉 这三种是用了不同的时间 在之后的走势之中 破了第一天最高位的顶 而一破了那个顶 它就再一支钱这样飙上去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如果今天你真的忍不住手 你说我怎么都要进去 我怕它真的不会沉得太多 很想追 不要紧要 你在低位那里 你把买盘软一点去折 细住 但是真正下大住的时候 就是用刚才那三种玩法 它真的破了第一天的高位 那你就带住下去 那它一定还有一波升幅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真的比较难看了 说真的 这个东西这么大 吸引到这么多资金 那都算出名的 但是一上来 你又升180 190% 那就是玩死人 你想想我们怎样 非常之异 难道再跟你炒上去吗 真的好像勉强了一点 那真的 那所以 就是我们今早 其实我们自己的investment community 有谈的 那我们都给了一些意见客户 是怎样去操作的 但是就是觉得 如果是贪心一点点的 今天就看它赌上去 二百六二百七这些位 但是它都是赌到三百元 就差不多停了 然后又升上去 我觉得不要紧要 你要追的话 追着细住 转一点追着细住 但是一定要等它破了今天的高位 也就是三百四十五元这个高位 你先带着再加下去 那就是我们看到其他那些炒不起的 但是那些热度很高的一些新股 譬如说这里 譬如说南月亮 那这两个呢 你看到这个pattern很明显 跟刚才我们说的三个是不同的 就是他们其实 一直有一个第一天上市是飙了很多的 但是慢慢慢慢下回来 是永远没有破到第一天上市 那个即市的高位 那所以那些呢 我们就反而暂时要避开了 就是这两个 不是那么理想的 就是上市之后表现 不是理想的股票 如果他们一天破不了它上市 第一天的高位 即市的高位 我们就不会去搞它 所以快手都是这样看的 你由现在这样的股值 你由基本面去看 基本上是很难去拆解得清楚 你SOTP也好 你DCF也好 很难拆解得清楚 为什么可以这么高的了 唯一都是看过 看过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 而刚才说的那三个呢 其实它破第一天的顶部位置的时间 是不同的 有些用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时间 有些用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 所以这些你就自己要去斟酌 什么时候再下第二柱 非常之认同 就是James的说法 大家看今天这一集 都可以说赚到 赚到就算没有上到我们之前JD的货席 都可以代用新股和半新股的策略部署 看看那个时间点 究竟什么时候才穿了之前的高位 而我为什么非常认同James呢 我今天都可以有些少的经验 可以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刚刚昨天 都见了一些 其实他们就是快手的机构投资者 就是刚才James说的 他们有一个禁售期的 因为他们拿货的一些要求 就是半年的禁售期 所以我感觉到他们的心情 都是很七上八下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一只这么大的股份 本身大家对它这么大的憧憬 但它已经无论是OTC 暗盘 甚至你今早的早市 炒到太高 但他们有禁售期 要等半年 所以根本就是 又想他们炒高 但其实又不想大家炒到太高 因为其实他还有半年的走势 要走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也是一个 正如你说的 这只新股在这些位置 其实是比较难炒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追 的时候 似乎是一个小住考虑 就唯妙了 而还有家庭观众追问的 就是不单止近期的焦点 是这只快手的 另外一只就是2160 心通 就是昨天率先上市 但是很明显 大家好像 这只走得很快 不知道是否因为 有太多触目的新股 甚至是强势股又回来了 有朋友就说他这只抽到一手 到现在都未放过 第二天的时候 那还继续不继续好呢 有没有什么分别呢 你又觉得 这只我其实觉得算是OK的 但是我想市场不就 市场力量好像不是特别喜欢 去炒这只 都算第二触目的新股 反而他炒了今天上市 真的一下炒了上去 差不多两倍左右 这个我觉得 用之前的看法 如果你打算去拿下去的话 一手其实不是太多钱 如果有这样的闲钱 可以放在这只股的时候 你等它破位 但是我是对这只算是稍为有信心的 但是同样对我之前都出过错 就是譬如说 这边那边 我们想着他都可以再冲高一点 谁知这个管理层 好像就静了下来 没什么再做事 那所以都 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些情况 他破不了之前的顶位 就真的需要去休息一休息 那如果你真的说不值得的 你觉得开头第一天可以赚多些 但是没有走到 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又不知道现在可以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是试下 唯一一个可以做的就是 就是 在等它破位的时候再加大一些转换 要不就斩了这只股票 不要再去看它 我想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股票 可以去留意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主题 在什么呢 真的是很厉害 那又立刻问你了 因为大家已经在问一些利是了 真的很厉害 我不会派哪个数码出来 但是大家去港交所那边去看通告 我们过去这个月之中 其实昨天都有的 三只股 每一只股呢 都不是做任何相关电池 或者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概念 但是有些是做拖鞋的 有些做服装的 突然间说我现在要去搞新能源电池 有些突然间说我现在要去搞新能源汽车 接着呢 每一只呢 就是由做拖鞋去说搞新能源电池那间 其实应该升了两倍上来有多了 是 它应该出这个通告的时候 那一天的开市价是九毫子 现在是三个半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升了很多上来的 接着另外 另外 昨天一只 今天一只 都是跟这个范畴相关的 就是说我现在要搞新能源了 就是新能源相关的所有东西 电池也好 汽车也好 都是升了一倍上来有多的 嗯 那所以 但我们现在不会迟了吗 因为他们真的 不是这些 不是这些 这些不能够了 这些就是不能够的 大家 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了 有一些原因 为什么会这些股会升上来 那这些股就不用去深究了 问题就是 你看到这些股呢 其实它升上来的成交都算大的 不是大的 但是它成交可能 升上来的几天 都差不多有1亿2亿这样去升 各个成交量的 就是代表着什么呢 就算你后面有一些 我们可能 不是想说得那么清楚的 一些市场力量 但是这个概念呢 市场是瘦的 还有可以炒得起的 那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会非常之建议大家 你现在去看那一首通告 你这个注意力呢 真的未必要放在营起上 营起上 营起我们会一直继续去看 一直继续去看 但是如果是搞新业务的 或者是搞分拆上市的 或者是有人注资的 这三个题目呢 现在就非常之热了 尤其是 就是由九五八八的东西 转了去搞新能源 说这些就真的会爆的 第一天就会爆一爆的 就是这个我想 如果你害怕的话 你真的设好一个指示 如果跌不到指示 不要去看它 第一天收市完了 你才去看它 有些真的会 就是我们其实都很惊喜的 有些都 嗯 那这一件事呢 就不是叫大家去找回那些 已经爆升了的股份 反而是提醒大家 可以做一下功课 就是留意一下通告呢 有没有那些就是 就是小小的线索 给大家知道 他们可以插回一些 电动车或者 新能源的概念的股份呢 是 就有机会出现一个 爆升的情况 那就是小不便 因为有些家庭观众 就追问你自己 相当看好那只 真心是中这个概念的 一二一一一 但是因为今天来说 它的估额有些少重 低位见过二百四十六元 那所以立即呢 Tony都追问了 会不会你对它的看法 有没有什么的变化呢 那又怕不怕呢 这两天的那个估额 我说不怕 我对它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就是你over the weekend 你看到其实 出来的消息都非常之正面的 就是有新能源汽车销售的数字 以及它又和其他的公司 去搞组织的 但是市场的焦点 应该就不是 它最新一个月的 新能源汽车销售数字 市场焦点应该是 它三月份会出那款新车上面 那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到其实现在环球的一些车厂 就不只是在大陆那些本土品牌 本土品牌的车厂 你看到GM也好 你看到Nissan也好 其实全部都出了新闻 就说其实他们由于晶片 有一个樽颈位过不了 所以他们就会降产或者停产 有一部分的生产线 那比亚迪最好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自己是有自己的晶片厂 那他就快要去拆那间公司出来 就专门是负责这些车的晶片 那再加上他又有刀片电池 那所以其实很多 我想很多 很多外面的人去看比亚迪 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整条生产线 或者是生产链是很完整的 你说形成了一个秘环迷 我觉得可能现在就还未 因为他还有得去发展的 那就是他整个供应链上面 他不需要有哪一部分 真正正正去受制于人 那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但是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看到外资大行是不断唱好他的 唱好比亚迪的 还有我们看到那些短仓在比亚迪身上 其实是降了很多下来 那大家可以随便去ASW也好去ETNET也好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股票的一个沽空比率 那这个沽空比率其实简单来说就是 今天可能当有1亿成交 那这1亿成交之中有多少个百分比是沽空的 那你见到其实在12月底开始 一直到1月21号之前 比亚迪的沽空比率一直都很高的 最高的是40个百分比 平均都有20-30个百分比 那但是就是1月21号之后呢 比亚迪自己本身的沽空比率呢 一下子降了下来 那现在我就知道 有些人是加紧比亚迪的短仓的 加紧他的淡仓的 那这个可能都是这一段时间 他会受压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你看到他同系的 譬如说算是好东西的2333 或者算是很适合去玩IR的175 其实这一段时间都被人堆得很厉害 那我觉得都是 就是有一部分原因是中资想就 就是他上去过年 那他堆一堆你 他之后再便宜些再回来去买 那只要他未碰到225元这个配股位置 我都不会说特别害怕的 那比亚迪似乎很关键 就是看那个225元这个配股价 那你刚才说到那只吉利呢 就是家庭观众都哭了 那又觉得他175只吉利的话 每天跌不是办法 年代我没有记错 就是James之前都挺看好 2333的嘛 他基本上他近期和吉利面对同一个命运 就是见完高位之后 那个沽压都挺重 大家需不需要转一转 那个部署玩法呢 对于这两个 这两个其实我都觉得 不是特别有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175问题多一点 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对175是什么太快的 就是我觉得他懂得去玩新闻流之外 其实自己本身业务就发现续层 但是 还剩下了 你说新闻流近期都是 是的 近期有过年可能忙着 又真的没什么特别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接的话 都是去接一些2333和1211 我觉得会好一点 175的话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穿了那条50天红线 那就真的可能要先走一走 因为我不是 我一直都觉得这一只东西是玩新闻流 是比广气 比其他公司很多 但是如果你说策略 或者是去库存 或者是他自己新的电动车的产能 我并不是觉得这东西特别厉害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选择 我觉得2333我反而会多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 我想这个趋势就是 和我这个星期见到的趋势一样 就是那些强势股 其实被人沽得都挺厉害的 就是这一堆已经不是外资 正常仓基金和对中基金去做 不是外资去拆仓了 而是中资自己沽回来 而中资沽回来的那种逻辑 我想它虽然说是普团 但是你是比较难去将它个别的中资去做一个分类的 因为我们举一个例子 1801这个东西 之前我记得有新频道的朋友问过我 是的 那都是好东西来的 它近期 它星期三都出了一个新闻的 没错 它有一个单矿的 非小细波 非轮类的一个 一个矿体 是技术来的 因为一些生物科技股我都不熟 非小细波是抗癌 其实是其中一种癌 譬如说肺癌 其中有一个是小细波 有一个是非小细波癌 那它新出的这种药是一线药来的 而且由于它是非小细波非轮状的抗癌药 其实它的适用症是很多的 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个新闻看得算是挺好 但是你看到它星期三中五出了这宗新闻之后 它短时间之内变成了红底股 去了一百角半 然后又回落 这个是很奇怪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刚就由一只 算是中等的一只约股那里转到它那里 但是之后它就不升反对 但是我们去跟一些国内的一些大型的 港股基金的游戏人去谈 他们说国内来说 一百零一差不多是一个 就是他们港股基金来说 差不多是一个认识的一个浪 就是他们会南下数货数一百零一 但是这样也要对你下去 所以我觉得你不随短期的邏輯 真的是很难去把它分纹别类 做一个量化或者做一个分析 但是我们现在这样看 就是说回车股的话 就算鬼佬不是再沽一些 新农业汽车相关的 或者一些国产品牌汽车 但是你看到北水 应该有一部分人是一直在沽的 这个我想资金楼对它的影响 是大过真正我们的看法 或者我们对它基本面的理解 对它的影响来得大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信念 那我的信念呢 1211可以的 23333可以的 175我不知道 175我始终都是觉得它玩新闻楼 它什么时候再带一些大新闻出来才算 那就是反而有家庭观众问 就是长气或者吉利 什么位置入 似乎的吉利就未必是James 杯茶了 但是长气不劲呢 他近期这样被人压了下来 大家对他的信心开始有点消失了 就是好像NH Learn那样 他说24.5有货 那怎么办呢 现在需要不需要订一个指示价位 去做一个部署呢 我觉得指示一向都要订的 就是你什么时候进去的那个价 你过了15% 一定代表我们订15% 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之前的组织 都重复过的 过了15% 如果市场还没报告什么事 一定代表着 其实有些 你当是市场力量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是的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只不过信息传递 速度太慢 或者是这个资讯不平衡太过严重 令到我们现在 即到它的价格已经跌了这么多的时候 都未知有什么造成这个事的原因 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准确的指标 都是可以15%留下沽一沽它 因为就是这么说 你如果是怕拔水 拔水这样 蹭上蹭落 想震走你的 那都是好像之前那种玩法 我当你这里可能有几手的 你就留一手在这里 留一手在这里 然后你再补仓的时候 你的信心会强很多 你不会看到它 低位那时候斩了 然后它飙升高 你觉得在那里担心 但是又不敢追 不会有这种心态出现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几手的话 我会建议你如果过了 15%的剪较的地方 留下最小的注码 好啊 那顺便回答HOOHOOC的问题 因为它就再高位点有货 如果真的过了15%的指悬价位 James觉得只是留下最小的注码 如果不想等的时候 当然也是要做一个 严守的纪律 即是投资的纪律 就是在指悬价位 做回离场的部署 但是长远而言 在车股里面 除了1211 似乎长远也觉得 仍然有一个很乐观的展望 大家就可以参考 另外 算是这两天多了人民 都帮股坛胜手搭一搭 真是油股 还有油伏股 除了是因为油价方面 连带油伏股是升得更帅 例如股坛胜手搭二百八三 一向都帅得一百八三 是的 没错 然后他自己是两方面都有货 即是中海油是八个四 而二百八三就是六元都有货 那他坐了很久上来 恭喜恭喜恭喜 果然是股坛胜手 我想知道这个版法 我真的没有和James讨论过 这么多次做节目 那怎么看呢 还值不值得做一个部署 我想了 八八三和二百八三之前 上个星期的时候 都有一个好消息 其实他有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上个星期的市堆 堆的时候 其实那些人就去托它 因为觉得它是可以受益的一只股 那堆了下去之后 托回上来之后 又看到其实上个星期 我记得是上个星期一 还是上个星期二 其实是一段时间的市 港中海油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油田 那就是那个油田的储备 又可以都占它现在的储备 挺大的一个百分比 那这个我们就觉得 要等八八三出了一个年报了 因为我们最想看 就是好像三间电信公司 对铁塔那样 那每一间油类的公司 其实他们都有这个上油的油服公司 是负数于他们其下的 那就要看这些上油的公司 就是这些母公司 他们自己的CAPEX有多少 CAPEX有多少 就是他们的资本支出有多少 就是我们去看 每一个经济周期的顶部 或者是完结的时候 其实油服股升的升速 是一定是高过这个 本身的基本能源股的 那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或者在今年 我想今年大部分的时候 都已经认证了 但是你去看2008年 你去看2015年 2018年不算了 就是这两年 我觉得都算挺好的 例子就是油服股 其实是最后那一阵 其实标得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说油价 我对油价的看法 就比较保守一点的 我完全是觉得283的原因 就是因为第一个油田 发现了一个油田 一定要去转 一定要去坎探 一定要去开始 去扔资本支出入去 去给283去发展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油价升上来 但是我对它的上限 看得不是说那么好的 因为你去看回其他的一些工业金属 你去看回其他的一些能源大宗商品 其实整个1月的走势 都算偏保守的 就是它可能在1月10日 11日的时候 碰一下顶 接着之后就向下了 就是当然向下的幅度不大 但是没有我们预期之中 升得那么多上去 那你看一下铝价 铜价 铁矿石价 还有那些招媒价 其实全部都是循着这个走势 那油价这一下夹什么呢 我想唯一一个夹的就是夹拜登 因为拜登上台之后 他可能会限制某一些州份 用某一种方法去採用这个业环油的措施 所以就会令到美国那边的出产油的量 会减少了 那么供应少了 需求我们当它不升不跌 那都有可能会夹高油价 那这个我想是一个唯一的原因 但是暂时我又不见到拜登 有太多这些不同州份的行政命令出来 去叫他们禁止去开采这个业环油的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利好的消息 就是中国自己都打算开发这个业环油的市场 那这个我想反而对883的影响 会大过整体油价对883的影响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 你又不会说特别对它继续有憧憬 但是有货的 是不是可以继续放置要 但是现货追入的空间又不多呢 283我觉得都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整个经济系统没有走到尾 但是如果六个多升上来这么多 今天就一般好看 今天就这么大支上影线 那其实你要看 你当今天最高的位置 做了一场梦 最高是11.08 11.08 那理论上来说 其实跌到10元 你上面10%跌下来 这个就应该是你的指赞位置 它如果跌穿10元的话 我就可能要先走 如果它跌不穿 接着到最后收市 或者对盘的时候又飙了上去 就是在10元楼上 你就在明天的时候 都是将10元这些位置当是你的指赞 如果它再升高 你就将升高的位置 再减10% 当是你的指赞 它一路升高 你便一路推高指赞 但是现在 我觉得今天也有点关键 你看它今天 是不是可以在10元 或者10元03楼上去结 好啊 那这个就是邮股 和邮复股的部署 但是见到下午 现在现市况 升幅 是 是 想和大家一起跟进一下 现在 南炒当中表现最好的两只 都是倒股 今天炒些什么呢 我都很想看看新频道的观众 究竟你们还有 就是有没有人拿着倒股呢 因为照计在之前那轮 年尾炒到年头的往事 你可以看到是没有什么人闻倒股 因为也不是说多资金炒的办法 但是它一天就真的可以升给你看 就是升回了 那炒些什么呢 就是说那一个新一批的新冠疫苗 就去到澳门的当地 所以一中倒股就炒起了 那金山银鱼这两只 暂时升幅有6%至7% 会不会可以有个 我都不知道是否应用 做追落后的概念 因为倒股也没有怎么说过 那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大家现在怎么去捕捉这个机遇 是 倒股应该都不是今天第一天升上来 我记得星期二或星期一 去大台那里也是做过访问 都是说倒股好像有点声势 今天才真的冲穿了他们之前那些 还行通道 算不算 大家如果看到这只银 今天支足就大一点 星期二之前我们一直 当它是没什么太特别的 因为你看到那些数 你整个赌收也好 当然是好过市场远期一些 但是你分别的赌股的数 其实都差不多是很多 游行转规的 那都是赚不到钱的 全面都是 那现在你说好小小的地方 就是可能第一个它真的够便宜了 之前炒一波上去炒不到 然后下来 现在这个位置人家又开始觉得便宜了 又开始去捎一些旧经济了 那这个我想都是其中一个原因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分清楚 在赌股里面 其实没有一些赌场 和另外一些赌场的分别在哪里 我想最大的分别就是你究竟这间公司 它是做VIP多还是做中场多还是做Mars多 因为你三样东西 其实它的毛利率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做VIP的话 就好像说880这些 那它其实最多的是 那些大陆的有钱人过来 那它过来 就是在未有疫情之前 它过来可能在VIP的Launch那里 它穿着对拖鞋 有一个Paint House那样走下去 穿着睡衣就可以开到 那它一住 就是它不要说一住了 它整晚的这个赌注 可能是多于下面的Mars的 做几日的生意 是的 几日或者一个星期的生意 那这些就叫VIP的生意 但是VIP怎么找回来呢 其实就是靠那些大马仔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马仔的整个制度 其实都改革了一段时间 我想由2016年开始 大马仔已经不是很放弃的了 就是我们之前 认识过那些大马仔 真是哇 几炭了 底薪三万 然后其实不要你日日上班的 只要你找到那些大客来就行了 那么它 那些大马仔和那些赌注之间 其实是可以延伸 extend into credit line 那么一个 credit line 就是他们就叫做黎马 那么黎马和现金马之间 互相转来转去的时候 每一次大马仔都可以抽到用的 那么所以你看到大马仔 其实很踊跃去找一些有钱人回来的 那么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 因为要拆给大马仔 所以那些VIP的赌场 其实它的毛利率 是比较低一点的 而如果你看回Mars赌场 最出名的是哪间 就是金沙 那Mars赌场 它不需要任何大马仔在中间 去帮它牵客 因为它其实是做一些 平价的赌客多的 就是很简单 你去银鱼那里看 它可能就算在楼下的大厅 一张厅一张桌的最低赌注 都是要差不多2000元的 但是你去金沙那里看 哇 150元200元都可以给你赌 接着一车车的巴士 运人过来赌 那么这些就是做Mars 做Mars就是打量 但是它的毛利率够高 就是它如果和VIP相比的话 其实Mars的毛利率 差不多是VIP 多于VIP 十几二十个百分点的 那么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偏向于 我记得星期二在大台那里说 香港都是偏向于金沙多 因为说真的 现在的疫情 我们据我们所了解 那些国内的有钱人 他们的确都还有去出国 用一些私人飞机去出国 但是他们不会经香港澳门去出国 那么他们出国的主要的目的 都是去谈生意的 那么就是他们娱乐那一部分 其实少了很多 那么就算香港 即香港这边真的不用理住了 我想我们的共识应该是八九月 就是一切一切都遂尽利利的话 可能八九月开关 但是澳门那边其实一直守得挺稳的 那么澳门如果和整个广东省那边 真的可以慢慢再重新开关的话 其实百分之四十的倒收 其实澳门那边都是由广东省那边过来的 那么所以这个其实我想都是市场对他的一个衷敬 那么我们就这样看 有钱人都未必一刹子就涌过来的 而金沙这种呢 他打的是Mars主题 他打的是好像拉斯维加斯那种 整个一个度假村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种概念呢 反而可能会吸引多些人 就当是普通的中产国去玩一玩 那么这些是有利于Mars 也都有利于他的中场那个level的收入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这样炒上去 我想除了股值平均 其实那个憧憬其实都虚虚地 因为说真的我不觉得 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有多些人去赌钱 是啊 因为就算看美国 我想全球来说 是他预订的不同药厂的那些疫苗 其实是最多的 不是最多 最多应该是日本和欧洲 但是他是跟不同药厂都有订的 就是他不是只有Moderna一架 也不是只有Visor一架 那么他真的间间都有些 但是就算现在去做一个很乐观的估计呢 新增确诊数字在美国那边要降到零的话 都需要差不多八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都见到 其实香港这边 澳门这边 澳门不说了 香港和国内呢 其实疫情也有一个反复的 那么所以我又对尤其大陆那么多人 你要他完全接种原不 是需时多久呢 就是现在大家对疫苗那种观感 好像都颇为复杂的 我想多数都是希望人家打我 不用打那种的 那么这个又会不会阻碍了一些疫苗的进程呢 那么这个我想都可能是算是挺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个位置你拿着这些赌股 尤其拿着一些中场或者Mars多的一些赌股 股值上面就完全不害怕的 但是你今天一个人升了上去之后 我不知道他未来的那个momentum 都还有多高 那是不是真的今天好走了他呢 因为分别有家庭观众 就是拿着你刚才提到的880 甚至是永里都有货 还要是说是挺货 就是今天就算880是升了一成 其实他还是在捱价的 那好不好走呢 难得等到他一棍 他挺到多少 10个多 10个4 如果是880的话 10个4 那也不是很多 现在都10%下来 可以走一点 嗯 又不用急着走 其实之前那个底也挺明显的 我想880 如果说880的话 8.3这些位置 我也觉得算是这样 那你其实知道下限在哪里 我很怀疑他还可以再赌回去8.3 那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下限 就是现在由这个位置 去到下面的位置 都是接近十几个百分比 十一二个百分比 你觉得可以捱到的 你就再坐下 就是这一棵 我觉得他今年之内 怎样都会回到家乡的 但是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 是的 有没有这样的耐性和机会成本 而另外家庭观众问的那只永里 1128 它那个升幅相对没有刚才那些爆得那么厉害 但都升超过6% 那我相信那个走势都是差不多 也都好像刚才James说的保处策 是的 好 那大家赌股可以持续观望 那我们都说了很久了 我再看看大家有什么家庭观众问题想问 那不如说完圆通 那圆通究竟有什么概念呢 是Danny问的 那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消息 就加利由昨天 那现在停了牌 那之前就开始炒起 就是说 顺丰方面的相关消息 那似乎准确度好像很高 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我刚才下午看最新 就是 因为顺丰内地那边停了牌 那它的公告也有说 正是策划中 收购一间公司的部分股权 那它预计内地那边的顺丰 就不停牌超过5天 而昨天开始出来的消息 就是应该 就是欺购着加利物流636 那如果是这样 那因为你加利物流现在停了 那大家看的是不是就是看借元通 其实有很大机会 因为加利物流其实昨天升上去的时候 你见到其实下午越升越多 第一棍高一点 接着下午越升越多 那个中间其实是不少的留言传了出来的 而我们知道的就是 知道的留言包括了 它的管理层想要去私有化 但是当然我们觉得 私有化这个概念 在现在这个时候来搞 就对管理层很不利的 其实京东物流都还没上去 京东物流一上去的话 这些物流股全部都会夹高的 一定会夹高的 一些市值 那在现在这个时候 走来私有化 我觉得不太合理 但是最后 那些人跟我说的时候 我已经有这样的感触 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你见到 下午那时候 它是越升越多的 就是很多人是听到 不知道什么消息 或者不知道闻到什么味 那些春光鸭 就开始充满进去 那些春光鸭 但是这一宗新闻出来之后 我们觉得很合理 第一 它是说 在说 信封是小铸马去入股 就是它是小福的入股 它不是真的去做一个全盘收购 如果它做全盘收购 在现在这个时候 跟加利物流的管理层去谈 据我们的了解 就应该根本上是谈不到的 因为加利物流那边 应该开价会开得非常之高 那所以 如果小铸去入股 反而成事的机会是大些 那如果真的成了的话 我觉得它对信封也好 对加利物流也好 其实都算是一个 win-win的情况来的 双赢的 那所以 这个我觉得 反而真的可以去留意一下 如果在这个 没有加利物流可以炒 没有A股 有信封那边 有没有炒的情况之下 我想那些人就会开始描远通 其实我想这些物流股 在京东物流 未上市之前 都可以一直都继续去找位找找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只要等它伏牌 那就是要帮大家 那就是6123 大家说 很棒 终于都说到圆通了 爆不爆上去呢 但是因为今天它试完高位6.11 又升幅好像收窄了 这个算不算有些影子概念 我觉得算是 刚才也说 算是有些影子概念 但是它这一只和A股那一只是不同的 大家知道它这一只 其实是搞主要是搞国际业务的 其实大陆那边 是不是特别关系的 那之前我想 有关它股权收购的问题 在全然爆了出来一棍之后 跟着一直都在这个位置上升落落 我觉得都是因为 那些投资者在爆上去那棍之后 知道了原来它真正做的业务是什么 所以我就会想将这一只 就是我会觉得 你其实都是这么说的 京都物流上市之前 这一堆的物流股 我觉得都会 它的估值会慢慢被市场去re-rate 会慢慢去贴近京都物流 要上那一阵的 那个比较高的估值 但是 现在你看看 我并不觉得今天 算是什么突破 因为你看到 那个价和量都不算 标得很厉害 所以 如果要选择的话 我反而觉得 你去看一下 你可能等到加利物流去出来 就是它的决定出来之后 过一下再追 可能会 成数反而会大一点 嗯 好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就要跟进 加利物流的最新消息 毕竟现在暂时 都是停牌的 那好了 我抽多最后一条问题 因为今天时间 都差不多了 那我帮一下Karen 因为Karen是想问 1799的新特能源 我不知道 James你有没有忙呢 你笑到这样 是有忙还是没有忙呢 这只我们有推给客人的 就是它炒起之前 我们有推给客人的 但因为它没有货 还能不能进入 没有 这只不要进入 这只不要搞的了 为什么呢 之前曾经推过 你觉得盈利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已经反映了 而且推它之后 它升回来的幅度 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那 说真的 那质量就不是特别好的一家公司 就是我们那时候 都是跟着公告去炒的 那到现在 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 嗯 似乎Karen 这一只 就不要乱来 不如再找一下其余的详细 今天都和大家分析了很多 所以这一只 似乎James 又不是太过推介 好了 那说到这里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非常之多 谢谢大家热切的问题 因为很难 整天一个小时都答不完 不过多谢大家 Happy Friday 都这么拥弱支持 因为下一个星期五 就会请到James 所以下一次James 上到来 即是五次新战线 和大家见面就是牛年 希望到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迎接一个开门熊 以及迎接一个牛逊 让大家可以赚多些 好吗 这个鼠年算是James的修路 所以大家如果记得 未喜欢新频道的Facebook 又或者订阅YouTube频道 记得按订阅 还有按钟仔 按订阅Facebook 而另外大家如果想追踪我的Instagram IG 都可以找到Season 事不宜迟 我们先休息一会 因为让大家过一个开心的周末 我们下星期一看北水最后一天 会不会令市场有异动 希望是好的势头 谢谢James 大家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 而下午一点半钟的五市新展示 拜拜